我一个观众我今天要说,服务球师要说,207、407,就全红尘打低了。 眼下全国跳水,锦标赛10米,女子单人跳台的赛事已经结束。 最终,全红尘在决赛中以9.2分的劣势输给队友陈玉希。 仅仅拿到亚军,再度留下遗憾。 赛后很多粉丝都在质疑,裁判给全红尘打分打底了。 质疑这场比赛有黑幕,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。 全红尘现在的状态和这场赛事当中的表现是很好的。 对于国内的赛事激烈程度其实比国际大赛更要严重。 要知道,中国跳水队十分内卷的。 这次跳水可以说是人才积极。 在这里提醒大家,对于国内的跳水赛事不要很看重。 国内跳水赛事对于全红尘来说和队内测试赛没什么区别。 想想亚运会全红尘都能够逆转陈玉希。 两人的水平其实差不多少。 国内赛事其实也没有什么看透。 全红尘和陈玉希可以说是跳水界的天花板了。 这场比赛谁能拿到冠军一点都不重要。 因为国内比赛属于队内竞争,全国的跳水人才来比赛。 像在预赛的时候,陈玉希发挥失误也只拿了第四名。 全红尘这次表现其实很好了,大家就不要给全红尘压力了。 重要的是,这场比赛见证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强大实力和无可挑剔的技术水平。 无论最终谁能摘得贵贯,这支队伍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跳水运动的标杆。 全红尘和陈玉希都是中国跳水队的新生代力量。 他们的精彩表现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喝彩,更展现了中国跳水运动的蓬勃生机。 尽管在预赛中陈玉希出现了失误,只获得了第四名,但她的实力和技术水平仍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 全红尘在这次比赛中的表现堪称完美,她的动作优美,精准。 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了她对跳水运动的热爱和执着。 她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,完全没有必要给她施加压力。 然而,比赛总是充满悬念和变数。 在全红尘和陈玉希的决赛中,观众们仍然紧张而兴奋地期待着每一个动作的结果。 两位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,他们的动作都足够完美,每一跳都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。 最终,陈玉希以9.2分微弱的优势获得了冠军。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,而是把这次胜利看作是对自己努力付出的肯定。 同时她表示会继续努力,为中国跳水队争取更多的荣誉。 全红尘也展现出了大将风范,尽管只获得了亚军,但她表示会继续努力训练,争取在下一场比赛中有更好的表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